屏风表演班在创办人李国修并逝之后 宣布无限期暂停演出 跟在他身边长达11年的弟子黄志凯 从2013年初就开始着手整理李国修的教学讲义 后时一年半将大师40年的戏剧旅程 浓缩成18万字的著作 李国修编导演教室 黄志凯说这不只是剧场的圣经宝典 也宛如一部台湾剧场的现代史 2013年7月戏剧大师李国修人生谢幕 总是新戏传承教学的他早在病逝前半年 就已经指示抵传弟子黄志凯 重整并出版教学讲义 如今李国修编导演教室宣告正式开课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的剧场工作者 所以他的作品 以及他的最创作的概念 他的论述其实都是 都是完全符合台湾的剧场的生态 《屏风27年》其实刚好是台湾的剧场 从很草创到现在这样一个比较蓬勃发展 然后片地开华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他的一个李国修编导演教室这样的一本书 其实是算是 也算是一本台湾剧场的现代史 李国修留下的不只是剧场现代史 还有他40年的剧场实战经验 他不喜欢用很条列的 或是说用很死板的方式来教学 那个东西你只是学到一个名词而已 重点是这个术语它背后是 可能是他经过好几次失败的经验 得到说原来导演要处理空间调度的时候 要注意以下几个东西 导演处理场景调度 处理音乐Q点的时候 你要注意以下东西 这都是因为他自己失败过之后 整理出来的东西 有时课堂上的生动举例 让人忍不住玩耳 对演员的要求 没有说导演要处理演员 不要犯以下的这些表演的错误 例如说贴春联 什么贴春联 贴春联就是说 就是双手对称 你怎么这样对我 我对你付出这么多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太过分了 那还有很多 譬如说用手指头演戏 你昨天是不是跟他出去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 等你等你一个晚上 没有回来 他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 就是用手指头演戏 跟在李国修身边 前后长达十一年的时间 上课排戏爬山钓鱼 黄志凯和师父李国修 生活紧密情同父子 也因此在著作构想初期 李国修就要求黄志凯 要以第一人称 甚至是还原他的口吻撰写 他常说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 比他跟他儿子在一起的时间还多 因为他儿子在国外念书 那我跟老师很紧密 所以无形当中就是说话的思维 然后跟做事的方式 然后跟在排戏的时候 在给演员指令的口吻 其实无形当中就跟老师很像 那从我跟老师在北中南的 各个大专院校开车戏剧课程 我一直当他的助教 就是开完校就一直吃他的口水 所以在要去再现他的讲话的口吻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对黄志凯来说 最煎熬的不是写作而是回忆 所以当你在写到某些段落的时候 我没办法写下去 我自己在难过伤心 就掉眼泪 就我写不下去了 就开始去回到当时的那个情景 那个画面里面 然后老师是怎么讲那一段 就是用 我甚至可以感觉到 当我回到历史现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精神 我觉得好像可以看见他讲话的神情 他的呼吸 然后他身上散发出来那个绿油精的 他喜欢抹绿油精 那个味道 那样的气息 然后他的笑声 在那个时刻 我觉得我的 我的时间是被凝结住的 我没有办法再动笔 给你说个喜分啊 杨慧宁 北大 终于是一年级 我小学才念了两年 学历配过上 黄之凯耗时一年半 将大师四十年的戏剧旅程 浓缩为十八万字 李国修编导演教室 正式开课 第五十年的戏